本地到了2030年 将不再允许注册新的纯油汽车 到了2040年 也就是16年之后 将全面淘汰汽油车 那目前是不是购买电动车的一个好时机 大数据新势力要带大家一起探讨 电动车的驾驶体验和花费 大数据新势力 我们用数据谈课题 今天要谈的就是电动车 首先欢迎新加坡车业工会会长 梁天丁先生 大家好 那汽油车车主张荣杰 你好 还有我们的电动车车主许杰明 你好 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 我们今天的电动车课题了 杰明你是几年前换电动车的 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去换电动车 五年前电动车 就像你在开的时候 人家把你当作是好像一个外星人 为什么 如果冲不到电 停在路上 被拖车 所以当时的我2019年 其实一开了电动车 我已经开上去吉隆坡了 是 你好勇敢 当时新加坡到吉隆坡 几乎是没有快充站的 对 第一个快充站就在吉隆坡本身 在三百多公里以外 你在途中会不会就很忐忑 就是说我的车如果没有电了怎么办 当然第一次开的时候会比较紧张一点 但是就已经开得很习惯了之后 大概在时速90到110是可以到的 那你呢 为什么会 我听说你是刚刚买车 然后本来是看到电动车 想要买电动车 然后又想要买混合动力车 现在却选择了买汽油车 为什么呢 其实我一开始有体验了蛮长时间 就使用一些租车公司的软件 去就是试用它的电动车 体验来说是蛮棒的 就是第一新加坡很多那些交通灯 就是很长时候都是需要踩油门 可是电动车都有一个叫 动力回收系统的这个刹车机制 所以它会帮你刹车 所以驾起来其实体验是很棒 所以那时候在我考量里面 一开始我是想买电动车的 然后就是之后就想到 因为毕竟是我第一台汽车 所以一是我的手头上的钱有限 第二是毕竟想到 第一辆车想要一直换不一样的品牌 来体验 所以过后我就有去看了市场 二手市场一些车的价值 所以择救率来说 没有汽油车好 就比较少人也比较就到了一个算是一个有价无私的阶段 梁先生真的吗 电动车的转售价会比汽油车低好多吗 因为在这几年它的那个电动车的这个销量跟注册率 我们看那个统计它持续的就是很快的增长 所以很快的增长 它来到一个时候它会有很多人在卖 所以太多人在卖的时候 它的转售价当然也就会比较低 电动车的买主其实是比较少的 就是来二手市场找电动车的人 是不是比较少 可以这么讲 因为买新车买新的电动车的人会比较多 因为直接这个回扣就就在买车的时候就拿到那些回扣 然后如果是那个车子在几年以内呢 用量太多 买的人也担心 我买的时候是不是会轮到我需要更换那个电池 那我们来问一下这个真正在驾那个电动车的人 你觉得在价格方面还有维修方面 是如他们所说的吗 是比较高吗 当然一开始如果相较比五年前 维修费比方说人家担心的电池包会比较贵一点 现在有很多电动车它会来不同的电池包 要维修的时候就维修可能其中一个电池包 它里面有可能三个电池包 然后在中国的数据统计下来 一个电动车大致上电池能够跑一百万公寓数了 所以在一百万我觉得在新加坡的市场十年是OK的 十年应该够是吗 十年是够的 我当初在思考电动车跟汽油车的时候 在电动车那方面我会用我的手机的使用体验来套用在电动车身上 因为两者都是使用电池 就是会思考到 如果今天就好像我手机用了两三年之后 就开始电池的那个 它的那个寿命就减少 所以使用的时间就变短 明白 你们要不要猜一下 现在就是电动车的入门款最便宜的最基本的到底有多少钱 然后汽车又是多少钱 电动车应该是一百五十左右一辆新车 加入了COE 加入COE 对对 汽油车好像也是差不多 差不多一百五十 我记得之前我有就是在新车那边 因为之前我要买车 所以我有做一些功课 其实价钱价格是都都很相近 就只是看你的你在各种考量之中 你会比较想要哪一个 想要尝试新东西 还是回到你的舒适圈 驾回汽油车像我这样 对 我想跟你们看一个数据 我们来我们 我可能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们的整理的一些数据 就是电动车最基本款 就是入门款 加上了那个用车证 扣了三万五 价格是不到十万 就是九万九千零八十四块 然后汽油车最基本 现在目前最基本 因为没有任何的那个津贴 所以最基本款是十三万两千五百三十九块 所以其实电动车现在是相对便宜的 跟之前可能五年前或四年前相比 其实是差距蛮大的 2030年就要强制 大家就买环保车了 到了你没有办法需要换的话 那个补贴可能都会被拿走 那如果没有这个补贴 我相信这个电动车根本不受欢迎 动不了 对 因为就好像我们讲商用车辆 原本的那个补贴是三万块 从去年四月一号开始 这个政府就是环境发展局 减到一半的时候 他就马上看到那个效果 买家特别少了 少了很多 所以这个补贴当然是一个很关注的 因为我们讲电池的费用 比传统这个发动机还高 所以政府的这个补贴是很重要 我有听说 不懂这是不是迷失 我有听过人家说 好像普通的汽油车 就我们家汽油车或者混动车 我们每不知道多少公里 就要回厂维修一轮 做一些检查 可是电动车就不懂这是不是迷失 好像没有这么需要 这个方面 那你问他 来帮忙解答一下 基本上 现在尤其是电动车 有些已经智能化了 有问题它会马上在系统显示出来 而且有些是有连接到原厂 一有问题 原厂也是知道你有问题 就马上通知你 智能的电动车是一个趋势 接下来如果电动车不智能的话 应该很多人不会接受了 所以回去原厂的部分 就比起燃油车会少很多 因为每天它基本上 已经是连接到系统里面 连接到系统 几乎每天已经是在维修了 关键是你这五年 到底花了多少时间进场 或者是花了多少钱去维修 不小心刮花的时候维修 还有换轮台 就这样 就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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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就那样 就那样 就那样